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有人说你尿酸是不是高了 尿酸高它并不一定叫痛风 痛风一般来讲尿酸都会高的 那么这类人的话有的会有些症状发生 比方说你的脚的大拇指它会突然的疼痛 是要痛风急性发作急性的关节炎 很多时候发作的话可能是跟一些诱因有关系 比方说可能去吃了大排档里面 吃了啤酒喝了啤酒又吃了海鲜 然后引起一些诱发的因素让痛风的急性发作 痛风的话有形容词叫做说痛了就像疯了一样 那么到底怎么痛的话 有很多的中青年的男性的话的痛风是比较多的 那么痛风它是一组代谢性的 属于内分泌性的疾病 在我们的男性中比较常见 而且胖子居多 还有不爱动的人比较居多 所以得了痛风怎么办呢 也就是我们时钟的尿酸过高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痛风分内原性和外原性的 第一个它属于代谢性的疾病 我们要让自己动起来多去运动 而运动出汗也是我们排除 我们减少尿酸的一种办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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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